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段之前未公开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看一块网友自己修过的硬盘 这是他给我的情书 其他内容我就不念了 他说我是学生 里面的数据都是实验数据 很重要 麻烦给他想一下办法 他的诊断结果是 目前加电电流不足 芯片不发烫 之前他跟我留言说是按网上的方法 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可以了 先说明啊 我这边从来没有说过 可以用热风枪吹一下就能轻松秒杀的 能这么玩的话 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自己修盘了 因此判断这名网友肯定不是看了我的视频学到的 这块硬盘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当时我检查了一下 问了一下对方是不是维修过一次没有成功 但是他说没有 一般像这种贴了数字编号贴纸的 同行那边维修的时候可能用的会比较多 自己搞的话一般不会这么贴的 我想了一下 算了 就当是二手盘卖家自己贴的编码好了 只要他不动过芯片 那我还是算一修 结果往后检查 又让我失望了 他的接口这里 还残留了一些焊油 而且 这个电源芯片 上面好像也有涂抹过的痕迹啊 我当时只是试探性的问一下 对方也并没有正面回答我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这块硬盘的电流 它实际是偏低的 因为这种盘底下还带了黑胶 如果加热不当 大概率是会爆黑胶或者连锡的 随后我又上机看了一下 状态什么的是全部都没有了 如果这个主控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这里要么是长盲的 要么是亮两个绿灯 而不是这种全暗状态的 所以我又第二次询问了对方 对方承认是自己搞过 以为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想更换一下 那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是电感 它不是电容 旁边这些才是电容 而且一般坏电感的概率 只要不是磕碰 那是极低的 好了 现在二修的条件满足了 接着我就给对方重新报了一个二修的流程 大概意思就是 如果要尝试处理的话 它需要准备两个一模一样的硬盘当做配件 而且配件的价格我也提供过去了 自购或者是找我代购都是一样的 当然这一台手术也是不包成功的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在套路对方 其实并不是啊 正常一修我这边都是包这一个配件费的 就算失败 配件啥的 都是算我自己 类似的配件 我手上还是有挺多的 如果是一开始就跟我说 处理过哪一些地方 我还可以酌情处理 但是今天这个情况 我是真的只能让对方先支付这个配件了 或者是提供相应的配件费 不然的话 我会选择退盘 因为目前这个状况不明确 我宁愿不接这个单子 也不希望自己惹得一身骚 而且这一类硬盘就算维修过以后再用洗板水清理过 二修盘多少都是会留下一些维修痕迹的 希望大家不要骗我 不过还好 这名网友在被我套路一番以后最终还是选择了退盘 我这边并没有进行过任何操作 只是量了一下上电电流还有上机时候的状态 现在我们知道硬盘之前是因为描述的故障 与到手检测到的故障不一致被我退掉的 当时这一段视频是对方主动要求我拍摄的 我也把这些诊断结果告诉了他 当时对方又突然改口说 之前拍的视频还是别发了吧 以上就是上集内容的前情回顾 现在开始播放下集 虽然我很擅长玩捉迷藏 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在做维修的时候 把一些具体的情况给描述清楚 其实我这边也能理解啊 这次我跟对方说好了 不管他成不成功 视频都会照常发布 他也答应了 一来我也可以让大家知道 硬盘之前到我手上的情况是怎样的 以及后续又进行了哪些项目的检测 二来我也可以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 免得被大家说我在黑对方的配件费 在经历了一个月以后 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协 硬盘他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手上 后面应该又被维修过一次了 因为这边被焊接过 我之前发回去的时候 这里是没有焊接的 所以今天这一个盘 他就不是二修盘了 而是属于三修 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了 反正配件费已经谈妥了嘛 只要我把它给修好 就可以很冷的耗上一笔三修费 我们先给他通电看一下情况 上电的电流跟我之前拿到手的时候差不多啊 咱们先上机检测一下 目前上机它是只有0.15A的电流 左边这一排状态灯它是一个都没有亮啊 我们再来测量一下它的供电有没有全部产生 2.5这一个应该是颗粒的供电 1.35缓存的 1伏可能是主控 3.3主供电没问题 1.8颗粒的核心供电 这些供电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据说之前这一个电杆是用电吹风汗接过的 所以不排除缓存还有主控底下存在暴吸的可能性 毕竟刚才上机检测的时候也是没有状态的 我们先把这个缓存还有主控拆下来清理一下黑胶 刚才我在刮黑胶的时候 明明都已经很小心了 但还是不可避免的掉了定义点 这种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因为吸数的黑胶本来就很硬 而且这一个靶子容易脱汗 所以我又给它准备了一个全新的料板 上面的黑胶我已经全部处理干净了 原本它这个缓存我也不要了 咱们直接给它上一个全新的 我突然发现换料板的选择是对的 因为它原来的这一个硬盘 后面这一个颗粒居然是掉点的 我估计硬盘之前可能是经历了重摔才导致这样的 先不要急着把颗粒干上去 来检测一下这个主控能不能正常工作 我们直接给它通上电 可以看到这两个就绪灯已经亮起来了 证明这一个主控还是好的 现在我们把颗粒也装一下 颗粒现在我已经给它重装上去了 再来看一下 好像还是访问不到数据啊 我们进到这个专用模式看一下 选到480这一个 然后给它加载一下固件 好像加载固件的时候会一直在长盲的状态 固件是上传不了的 估计这个颗粒还有问题 现在的商店店流到是比刚才高了 那么一点有0.28 但会一直卡在这里不动 我估计这一块盘的颗粒可能是存在问题的 毕竟之前拆下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面这一个颗粒是有掉点的 如果颗粒正常估计是能够上传的 最多只是在读取数据的时候报错嘛 只能继续往下拆颗粒来对它们进行单独检测了 为什么我一开始就不对这一个颗粒进行检测 是不是有种修不好然后再找台阶下来的感觉 有一半是啊 但不完全是 因为闪迪的颗粒它是带锁的 无论你怎么测它始终只会显示一个CE 而实际上颗粒内部是有四个的 这种闪迪带锁的颗粒直接测量CE它并不准确 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如果修不好那今天又是亏料板的一天 我们给这些颗粒快速做一下检测 第一个识别没有问题 第二片也正常 第三片也正常 第四片也是正常的 这就非常尴尬了 难道是我换的这块料板存在问题吗 看来我今天是要再牺牲一个料板来获得真理了 这块料板是我在前两天的时候刚订购的 容量也是512g 如果这次的颗粒换上去还是不行的话 那我也只能及时的止损了 这次我是专门买了一张不带黑胶的料板 贵是贵了点 但有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金钱 我可不想再回头去刮这个黑胶了 另外他这个room芯片也要一起换掉 因为这一个room芯片里面的信息 它是一对一加密的 假设这一个room芯片损坏 也会导致硬盘无法被识别 兄弟们愿赌服输 尊重命运的安排 他这个固件加载完以后 依旧是处于这种长盲状态的 这次绝对是颗粒的问题了 因为对方当时不愿意出这个料板的费用 所以我就给他在总费用上 额外加了两倍料板的杠杆 当时我们约定好了 这个费用是恢复完成以后一起支付的 事实证明我是堵到坑里了 这里其中一块是拆黑胶的手炸了一个 另外两块是我后面买的 这次真的是血本无归啊 不说了 溜了溜了